路上聚集了不少的果汁店 有寫著果汁飲品 有果味奶茶 还有鲜榨果汁 不少行街的市民都喜欢买来享受 特别是年轻子女 算算甜甜的果汁 就特别适合他们的胃口了 别看小这些一杯杯的果汁 价格都不便宜的 每杯要买到八至十元 而标明鲜榨的果汁就更加之贵了 卖这么贵 那些料又见不见呢 现场的果又炸 没有讲这个问题是什么东西 最多就是加水稀饰 为了一探究竟 记者来到了北京路调查 一大早 记者就看到 有人时不时拉着一桶桶的原料 穿梭于各个果汁店 在这间鲜榨果汁店的门口 店员正将这些一桶桶 各式的原料进行分装 看到记者拍摄 果汁店的负责人立刻跳出来 阻止我们 不让你照就不让你照 为什么这间果汁店 这么怕去面对镜头呢 难道里面有什么QK 厨房里面的一罐罐的原料 又是用来做什么呢 在果汁店做了几年店员的阿豪 就导出了行内的秘密 果汁店的果汁 多多少少都会加东西 连鲜榨果汁也不会例外 他没有可能说百分之一百是果汁给你打出来的 如果你是百分之一百果汁给你打出来的话 你味道都不会浓得去哪里 对不对 一定要加东西 是一定要加东西 那究竟他们加了什么呢 阿豪就说这是重大的机密 绝对不可以说 不过在知情人士的指点之下 我们来到了一刀路的这条街 在这里的不少店铺 我们就会发现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一罐罐五颜六色的东西 都是做奶茶和水吧 酒店用多了 餐饮等等 店主解释说 这些一罐罐的是果肉 有菠萝 也有橙等等 是用来制造鲜榨果汁的 一大罐只要12元 但我们问到 这些是不是真正的果肉的时候 这位店主就道出了实情 都是厂家做的那些纤维类 或者有果汁成分在这里 原来是人工制造的果肉 难怪如此便宜 店主就很坦白地说 不少果汁店和珍珠奶茶店 都是来这条街拿货的 因为这里卖的 果肉 果粉 果醬 果醬 日盈俱全 这样一包9元的果粉 起码可以充出100杯的果汁 如果再加上这包奶精 就可以调配出镇鑽奶茶 而配上12元一桶的果肉 就是一杯瑜伽包缓的果汁 就算每杯买到8至10元 利润亦相当可观 现在不少商家为了追求暴力 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盐有假的 油有假的 鸡蛋有假的 就连大家看到的果汁也是假的 看到这里大家肯定很想知道 自己平时喝这么多添加剂 究竟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呢 而这些人工的添加剂 又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呢 好了 下面立刻为大家大揭秘 根据这些果味添加剂原料的生产地址 我们来到了八云区泰祸镇 米龙村一间食品加工厂 这间工厂厂房虽然不大 但接待我们的许经理就说 住三角地区不少果味添加剂 都是他们生产供应的 而且比起一德路 他们的货更加之便宜 例如一罐零售十二元的人造果肉 在这里便便宜得多了 去经理说 这些一平平的果醬果粉 就是开果汁店和珍珠奶茶店用的原料 拿水一充 装进这个桶里面成本极低 又谁会知道里面是否真的果汁呢 但是如果做鲜榨果汁 从桶里面倒出来的果汁 就恐怕难以染人耳目了 那又怎算呢 他经理向我们传授高招 首先要在店里面放几个水果 扮一下样子 然后就到了关键的步骤 你那个什么 要给他拿的你要省钱的方式 要让它引起来 就不要用炸的 要搅拌机 搅拌机 直接把它打开 他一喝钱不炸什么都有 真的看不出来 然后第一下喝起来 真的有东西在去搅拌机 接着许经理搬出了一部搅拌机 以做鲜榨草莓汁为例 讲解起身 用搅拌机 将假的果汁和真的果肉搅拌在一起 鱼木混珠 果然是一条好转 但是这样不是骗人吗 许经理说 无所谓 这也是行业的潜规则 你要炸一杯 可以三百一碗 你要几个水果去炸出来 是不是 炸 它是先炸果实 我不是炸给你 我是先炸果实 不同 不同啊 然后你再做给它看看 然后它要有水果先炸出来的话 它真的每一口都有水果上来吃 许经理好得意地玩弄着这些概念 当记者提出要参观生产车间 许经理就以不方便为理由拒绝了我们 不过 他怕硬心口保证 用他们的产品开果汁店 绝对没问题 有很多现在广州 很多人这样做 很多人这样做 但是你看一下 他那个有的那个什么 搞一家店 然后再来问什么 为什么 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包在装饰上面 装饰 他一杯就要买到八块钱 十几元的果酱果粉加些果粒 可以充起买一百杯 一杯就可以卖到八元 那么暴力的生意去哪里找呢 许经理还不忙叮嘱记者 这样调出来的果汁 他们一半都不会喝的 你喝不喝 就要自己考虑了 许经理的说话 真的 你看一下